这场比赛由我方选手周星对战日本选手健泰 这一听这个名就给一种亲戚的感觉 年仅20岁的白宝小将周星身高170体重60公斤 而今天的对手健泰只有1米62的身高 毕竟是个小日本要求不能太高 但是看到这套一甲乱针的王八拳 足以看出此人的打法那是风骚至极的 但是看着他这个屌样 很显然他是在和这个主办方叫板 在和我们中国拳团叫板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的白宝小将周星 叫他如何做人 好的比赛正式开始 周星一上来的话就是拳法非常迅猛 连拳带西打的这个日本选手健泰 只能止不断的防守 接下来几一击中拳下来之后呢 打的对方日本选手只能暴走鼠窜 但是周星这边根本不打算给对手喘息的机会 接下来又是几个重腿扔在了他的身上 太痛了 目前看来这个小日子健泰只有防守的机会了 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啊 他的防守那绝对就是儿戏 此时的观众席上啊 所有的全民都在高呼着周星的名字 周星周星 虽然说健泰是2013年的全日本的冠军啊 但是正所谓拳法超装 在周星的这个组合拳之下 也是毫无还手之力啊 好就在此时咱们周星再次抱起一个飞机 再接上一个高扫腿啊 直接把这个健泰打到垃圾 好这里的话 裁判将双方拉开 周星又是一个前出的点刺试探对手 健泰出百钱还击 但是被咱们周星啊抓住破绽 又是一套组合拳啊 被打的实在太惨了 此时的周星呢抓住了对手的弱点 用腿法呢拉开了双方的距离 哎呦漂亮 又是个中击啊 但是一番输出过后 咱们周星啊明显体能上出了点问题 有点顶不住了 呃 所以说这边的话 周星主动和对手拉开了距离 也是试探的去进攻对手的下盘 而此时对方的小日子健泰呢 已经被踢成了瘸腿狗 但是作为这个日本选手的勇士啊 玩帅的一直是咱们装逼的关键啊 一个余式的飞踢啊 并没有对周星较成伤害 好这里周星又是一个高扫腿 鞭腿一个紧接着一个飞膝 打的这个健泰是毫无脾气啊 确实是有脾气也没办法啊 实际上你实力不强了 双平的下盘 我们看日本的这个针边健泰 你就看他的拳体的一种组合 还是很有差 此时的周星又是抓转了时机 再次出手 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打的健泰连累后退 但是这也是阻挡不了 这帮日本选手装逼的步伐 好的比赛继续 这里周星再次出顶席 压着对手啊 那如同利剑般的拳头 扎在了健泰的身上啊 这每一件可以说是 白肩金红刀出 那此时健泰已经是 被打得还人生了 但是他不能输啊 因为他作为英华国的最后骄傲 死也要死在拳台上 而这句话啊 拳马少装 一顿输出架顶膝过后啊 打的健泰是原地藏在地上 此时台下传了雷鸣棒的掌声啊 而且咱们这个中国裁判 也是非常贴心啊 赶紧上前 并且用日语啊 询问对手啊 不行就不要再打了吧 对手啊 已经是毫无压力了 因为他的眼中的胜利 已经是必然啊 只是时间问题了 尽管现在周星 想用自己来打击的手 但是体能下降之后 他就发不上力了 就发不上力了 好 此时双方进入到了护卧阶段 丝毫没有防守 这种场面上是日转的机构电带 在控制周星 因为周星的体制下 最长一期 还有最后的十秒周星 尽体路 最长一期 最长一期 还有最后的十秒周星 尽体路 最长一期 还有最后的十秒周星 尽体路 尽体路